蚁王这个角色注定是悲剧收场 因为他一出生就给自己的母亲带去了痛快 他不顾蚁后的阻拦 迫切地想要和这个世界见面 拥有世界巅峰实力的蚁王 接着便直接破壳而出 丝毫不顾及蚁后的生死 哪怕他发出如此凄惨的叫声 而当那些师团长到达现场时 确实已经看到一尊如战神般的身影 他的身上还带着一些母亲所残留的液体 但此时并没有一丝要救蚁后的想法 而第一时间只是说自己 见到如此可怕的蚁王 部下们都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接下来令人更加震惊的一幕出现 企鹅因为担心蚁后的伤势 想要快速地上前帮助治疗 然而当他靠近之时 却是被蚁王一招给灭杀 一时之间重不下震惊 而这一切的原因 只是因为蚁王刚才说饿了 他们竟然没有人回应他 在反观一边的蚁后 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了 然而蚁王却嫌弃刚才企鹅弄脏了自己 事宜让屌人上前为他擦拭干净 他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此时一旁的老乌龟走了出来 说自己有手帕可以帮助蚁王 然而他也迎来了和企鹅一样的待遇 屌人战战兢兢地为蚁王擦着尾巴 这一刻他脸上已经溢出不少汗珠 但更令屌人胆寒的画面出现 蚁王竟然在吃企鹅的爪 但显然那味道并不能让他满意 随后一把就扔在了地上 这时连吃生肉的皮鞋和打工豹都傻了眼 可能他们连自己的死法都想到了 好在这时三护卫的出现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他们表示早就为蚁王准备好了食物 并且向蚁王表达了誓死效忠的决心 蚁王也没有再理会那些垃圾 跟着三护卫就走了 因为食物被放在了最高处 为了更快到达蚁王一拳轰破潮雪 随后凭借尾巴将自己送上顶峰 看着这广阔天地仿佛他是这天地间的王者一般 但当他吃上护卫们给他准备的食物后 并没有感觉到满足 因为在以后腹中之时 他吃过能力者的味道后才知道什么才叫美味 于是护卫们便随蚁王开始寻找起来 在路过一处农田之时蚁王降临了 他发现了正在田野间的平民 接下来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 就连一旁的小女孩也没有放过 虽然大脑好像也还蛮美味 但离那种味道实在还是相差太远 那么能力者如此稀少的话 他大概率会出现在哪了 当然是在这个国家的皇宫里面 于是他们转眼间飞到了这里 而此时这里的最高统帅还是欣赏着歌舞 他却不知外面早就失衡便宜 蚁王带着护卫们如入无人之地 朝着皇宫最深处缓缓地靠近 可在这时一个家伙带领士兵挡在他的面前 因为他的出现蚁王终于露出了兴奋之情 这家伙正是一个标准的能力者 片刻后能力者已经没了声息 蚁王慢慢地品尝着味道 他确定就是这种难以忘怀的美味 此刻他身上的气也是全面爆发 他似乎获得了更多的力量 身后的猫女终于知道蚁王那可以通过吞噬别人 同时增强自己力量的能力 只要蚁王吃得越多 他自身的力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要想变强简直不要太容易 而另一边的节目表演也刚好结束 蚁王他们也正好走了进来 看到有人无故闯入 这家伙发出了无能的怒吼 在蚁王看来这就是一头猪在咆哮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酒囊饭带 也可以身居如此高位 身后的朴夫为蚁王讲解起来 这在人类世界是很普遍的情况 无才无德的无能者 因为血统和关系就可以获得与其不匹配的地位 而这在蚁王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合理 于是他准备改变这个国家 但那个肥猪还在一边喋喋不休 自然是直接领了盒饭 此时那些巫女见状发出了囚饶 那些女孩的下场可想而知 此时蚁王来到了皇宫的最高处 看着这边大地 他准备将这里作为他征服世界的起点